箴言二十八章七节 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 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 谨守原文有保护、看守、守望的意思 因为是主动分词 表明是一个连续的动作 也就是说是一个持续不断遵守神话语的人 就是一个智慧之子 是智慧的人 而贪食人原文是饮食没有节制的人 浪费滥用的人 作伴呢原文是跟他来往做朋友的意思 上面两个用词也都是主动分词 表明贪食人是习惯性的没有节制的吃 而跟这样的人来往成为好朋友 会带来对父亲的羞辱 的东西 是两个人认为好朋友的 我可以带来过一遍 我为你带来到一遍 我可以带来到一遍 我可以带来到一遍